HELLO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我是忠哥 今天是8月27號下午2點半 同朋友節目一開始 忠哥想問大家 忠哥的群組你加入了嗎 Light跟Telegram都加入了嗎 如果還沒有的話趕快把他加入 Light的帳號是什麼 輸入小老鼠BBA5820H Telegram是輸入FLY17168 為什麼加入這麼重要呢 如果你只是看節目 沒有加入群組的話 你會錯過非常非常多的機會 包括什麼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我們在8月18號 還有8月19號不斷的群組上面 跟大家做提醒 日月合併我們把它放大看 當時我們在8月18號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提醒這邊 日月合併已經突破了一個 橫向整理平台 在8月19號的時候 我們再次跟大家做分享 結果因為這8月20號 長還可以往下打了下來 往下打下來 老朋友當初我們有跟你提到 他只是回到起漲點而已 回到起漲點 似乎就不用太過擔心 除非他形態上已經轉落了 如果形態還沒有轉落 我們是靜靜的陪他一路 慢慢的往上做成長就可以了 還記得我們先前一再跟大家提醒了嗎 這個你不要為了害怕少賺5% 然後結果錯過後面的50%大利潤 所以當初我們認為他只是回到起漲點而已 所以回到起漲點心態沒有轉落 那我們就是再抱著 那為什麼我們要一再強調這樣子呢 因為好股票你必須這樣子把它給爆來 獲利是爆來的 那很多投票犯了一個錯是什麼 這是虧損的是死報活報 但是我們不一樣的是我們是要抱住獲利的部位 讓獲利去奔跑直到他形態開始轉落 那同樣 眾哥這邊呢 因為節目上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每一檔都幫大家做追蹤到 所以你一定要加入眾哥群組 那這檔我們在節目上有跟大家提醒 你就是看黃色這條線就好了 那我們先前有跟大家提醒 這種強勢股呢 你要利用量縮震盪拉回沒有破跌的時候 來去接你的你的部位 第一個往上突破的那個點 你沒有做到的話 一定要利用量縮震盪拉回 所以這段回測的起漲點 是不是給投票一個上車的一個好機會呢 如果你有把這檔持續做追蹤的話 相信你這邊都有賺到今天的這根漲停板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是怎麼帶來加入成員的 來操作這檔股票 所以主要是因為化漢 那為什麼化漢這麼重要呢 事實上先前呢 我們也有跟大家聊到過 這5G呢 5G這個題材是基礎建設線型 那基礎建設是包括哪些 比如說是銅波基板 你可以看到這6213的這個臉帽 這線型呢可是非常的差 那為什麼這個臉帽線型會這麼差 就是因為目前基地台已經蓋的差不多了 基地台已經蓋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那這邊勢必要怎樣 勢必這邊已經開始漲了這些個股 會開始慢慢進入一個休息狀態 所以我們跟大家提到基礎建設線型 再來是什麼 中端應用後發 中端應用後發那代表什麼 網通族群呢會有機會跟著接棒演出 所以我們當初看到這個化漢往前衝出去之後 我們跟大家理解 領頭羊已經往前衝了 接下來你要好好特別留意一下 還有哪些網通類股會不會資金開始擴散到這些相關個股 所以我們當初有跟大家分享這檔3704的核勤控日月合併這檔 好像也還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這邊呢我們就是只要守著這個出場點就好 目前是這樣一個回到一個區間形態 這上你可以看到我們很常跟大家講到一個區間一個區間 區間形態改變往往是一個方向開始 那這個方向是往上還是往下 說實在沒有人會知道 但是你可以做好一件事 就是把你的這個紀律把它給定好 當你的SOP已經定出來之後剩下就是嚴格執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跟你講的都是這樣嚴格執行守著紀律 只要你守著紀律總會相信獲利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 所以我們後來還抱著他朋友 你一定要緊盯著黃色這條線 那同樣道理這個核勤控也是看著黃色這條線 所以你可以發現我們的操作股票是有它的一個 有它的一個準則 有它的慣性在 有它的tempo在 所以同學你不用跟著盤面上這樣殺進殺出的恐慌 這邊你只需要跟上我們的腳步就好了 跟上我們的腳步 先前往後輕鬆 這好錢的財錢的主人會來 所以同學如果你聽不懂台語的話 總可以幫大家翻譯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我們怎麼是怎麼跟這個 我們家族成員做規劃 我們可以幫大家看 我當初跟你提到 心情放下輕鬆 就是心情把心情放輕鬆 不用跟著盤面上這樣殺進殺出 每天提心吊膽的 這邊當你進場之後 你的出場點就已經知道在哪邊了 所以既然你已經知道你的出場點在哪邊 相對的風險也已經確認了 確認你的風險 那你這邊盤中場震盪 你為什麼要這樣心情跟著七上八下 當你在進出場點很明確的時候 這邊你心情就可以這樣 給它放輕鬆 然後讓盤面上去 讓盤面的變化來去帶你去加碼還是出場 那這邊如果沒有出場點的話 我們就是把這部位一路抱著 但是一路抱著之後 你可以發現這福氣呢 財氣呢就自然而來的來了 雖然核心控或是我們先前有跟大家提到的一些個股 包括6223的旺席 這波段獲利大賺八成是怎麼來的 也是一樣像這個一樣慢慢爆來的 那它只要訊息沒有轉入 我們就是一路陪著它往上做成長 所以投入表80% 80%你認為是這樣一觸可擊 連漲八根漲停板就賺來的嗎 這種是有點天方夜談的 雖然說這旺系差的漲幅也是蠻快的 貢獻了我們六根漲停板 但是我們想問大家的是 六根漲停板這中間的過程中 有沒有出現震盪也是有啊 但是這中間震盪的過程中 你如何能把眼光看得非常遠 那就很關鍵了 如果說這邊中間震盪打開漲停板 然後有個回檔的5%3%的話 那你這邊急著趕快跑的話 後面這一段你就通通都賺不到 所以你這邊要聽著這種歌跟你講的 聽著過來的人跟你講 我們這種歌大哥常跟我講一句話 這邊你要聽話很重要 尤其是什麼 有經驗的人 所以這種歌絕對有豐富的經驗可以帶你這樣 帶你經過任何的一個大風又大浪 因為這邊我們經歷過太多的循環了 所以這3704的核心共和 中哥幫大家追蹤到這邊 那事實上我們今天還有一檔股票呢 也是來到了漲停板 這檔股票呢 是這6187的萬論 那中哥相信各位投票 如果你有加入中哥群組的話 你會知道這檔股票就是我們的行動代表 愛你1萬年 實際上萬論我們分享的非常早 那萬論他到底在幹嘛的 他是卡位到台電的先進封裝技術的一個設備廠 那我們都知道台電昨天的技術論壇 他有強調一個重點 就是什麼 先進封裝技術 先進封裝技術可以讓怎樣 摩爾定律再往前去做延伸 我們都知道任何事情的發展都有它的極限值 先前摩爾定律大家認為說 發展到28奈米可能就已經差不多了 但是誰知道 艾斯摩爾發明的UV極紫外光 所以讓28奈米往下 目前已經來到7奈米、5奈米 甚至這2奈米、2奈米 也要開始怎樣 準備研發量產了 所以讓這邊要繼續往前去擴展的話 先進封裝技術是很重要的優環 昨天我們也有試試跟大家做提醒 我們有跟大家提到 技術論壇的重點是什麼 先進封裝技術 所以這邊如果你有加入中哥群組 在他剛開始啟動之後 如果你有掌握到這檔愛你1萬年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一路抱著一個波段 這樣慢慢上來 那就算真的沒有抱到的話 也都沒有關係 因為中哥昨天在群組上面 還有特地跟大家提醒這檔 這檔的股票呢 中哥會怎樣 他形態轉落再來做出場就可以了 所以重點又回過頭來 我們剛剛一直提到的 手機拿起來 中哥群組趕快把它加入 這邊還沒加入的這邊 你可能會錯過很多很多的標顧 所以中哥這帳號怎麼 群組怎麼加入呢 手機輸入 LINE輸入這帳號是 小老鼠BBA5820H 回過頭來我們看一下加權指數 挑戰指數 昨天我們有跟大家聊到 目前市場上很多人可以談到 這個量價背禮 量價背禮 那當然上漲過程中需要成交量 中哥這點不否認 事實上過去我們也一再跟大家強調 這盤工件的過程中 你只要留意成交量還有什麼 新台幣的匯率走勢就可以了 盤整時候量縮 工件時候放量 那只要新台幣不出現連續新的重點 那就一切歲月盡好 朋友你還記得嗎 所以當這出現量價背禮的時候 這邊中哥也不否認會有這樣的情形 但是你要記得一件事 量價背禮會不會一路金金長 直到最後才補量然後再長一段呢 在過往的案例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例子存在 所以在操作上面我們盤中觀察一些訊號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只要形態還沒有改變 通通都不用急著著急 因為你預設任何一場只是怎樣 只是假搞而已 這邊請大家千萬不要太假掰 太假掰的話很有可能這樣 那你股票賣的結果它就突然往前衝 或是你什麼買的股票結果它就往下跌 這邊你通通都不用這樣子 你只要照著形態上面來動作就好 或者是你可以跟著我們一樣 跟著資金流向來做調整就好 我們之前也有跟大家提到過 資金流向為什麼這麼重要 不管你是做當充還是隔日充 甚至波段交易你都不能否認一件事情 股價是由錢堆出來的 用錢空出來 用錢堆出來的 你去想一檔 當一檔股票 這邊跟你講說這檔股票 碳子堆股本 哇這檔股票 碳你這麼高 結果沒有資金流入 它漲都不會漲 所以這邊你不用預設任何一場 你可以跟著資金流向來做調整就可以了 或是什麼 你可以跟上我們即時買賣的操作的腳步 這中哥的影片下方都有相關的表單連結 你可以填寫表單跟上我們動作 跟上我們動作 你只要照著call訊來操作就可以了 剩下一些瑣碎煩惱中間的煎熬這些過程 你大可不必擔心 通通都交給專業的志龍哥就可以了 我志龍哥的心情有跟大家聊到過 志龍哥的起家是什麼 起家是從這個全鎮 全鎮這樣做起來的 那我們都知道 全鎮有它的時間價值的問題 所以做全鎮只能這樣 只能做短不能做長 那志龍哥就是這樣靠著全鎮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這樣滾上來 你也知道中哥當初當初蠻年輕的 雖然說現在也是挺年輕的 只是肚子稍微大了一點 但是當初沒有錢 但是中哥用全鎮這樣慢慢慢慢滾上來 有沒有 全鎮你不要認為說他這個股價很低 是沒有錢人在玩的 當然不能否認 但是中哥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有錢人在玩全鎮也是很多的 你要想像嗎 全鎮買了一千多萬的人 大有人在 那全鎮買一千多萬 相當於什麼 有可能像這現股買了四千萬 為什麼 因為全鎮有它的槓桿 那我們這樣慢慢慢慢慢慢的滾上來之後 中哥曾經參加券商的造勢活動 這個造勢活動是怎樣 拿你自己的錢 增金白銀 來跟市場上的一些投資朋友來做一個競賽 那市場上這些投資朋友 有很多是非常有實力的 可能是他的資產不會有個幾千萬好了 但是中哥在當初的比賽 贏得全省獲利第三名 贏得全省獲利第三名 這個不是猴然的 這個當初還有這上新聞 還有上這個爆炸媒體 中哥漲這麼大 第一次上這個爆炸媒體 所以中哥過去有非常豐富的交易經驗 要做波段中哥也是很持久的 要做短線一頁也可以蠻多次的 這個體力也是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跟大家分享的波段交易 都是怎樣 經歷過兩三個多月 兩三個多月你可以看到 我們跟大家分享 包括這個主流5G 採用電子 還有這個IC設計 我們這邊通通都有報了兩三個多月 那為什麼報這麼久 就因為它還沒轉落 中哥也希望它趕快跌 因為跌往下跌轉落的話 我們可以把資金收回來 去佈局更有機會 但是它形態沒有轉落 我們就是一路慢慢地陪著它升降 好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 6月23日忘記 這邊我們破亂漲幅80% 欸 投票這邊 這邊是爆來的 絕對不是這樣短進短出的 那你要短進短出的話 這邊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要非常非常強勢的個股 強勢的個股就是短進短出 那這邊短進短出次數久了 也是有機會可以讓你累積到 30% 40% 50%報酬 那這方面中哥都很有經驗 因為做全正就是這樣 著重於短進交易 而且要這樣快很準 這邊呢 當它開始突破的時候 我們一直跟大家提到 區間形態改變往往是個方向開始 所以一突破 中間再怎麼加碼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動作 都要很很很迅速很及時的去做調整 所以中哥雖然胖歸胖 但是操作可是很靈活的 因為我們過去有非常豐富的交易經驗 這邊就是題外話跟大家聊到這邊就好 我們趕快來追蹤一下一些個股 首先我們看到這套4536拓凱 拓凱你可以看到今天也是在創一個波段新高 但是尾盤有獲利麥亞出籠 但是有獲利麥亞出籠 並沒有改變他的心態 就是一樣持股續爆就好 那我們在6月中這邊買進到今天多少 今天已經8月中了 這中間六七八 大概差不多抓個兩個月好了 兩個月我們這邊一張都沒有賣 中間的震盪我們都沒有賣 所以回過頭來看看波段交易是什麼 取決於你的眼光看得有多遠 當你的眼光看得夠遠的時候 中間的震盪都不會影響到你的信心 那這中間的震盪我們要跟大家提到 這是一定會有的 因為這行情很少是一波到底的 你要在行情一波到底 直接連長10根連長20根 然後就這樣突然就結束了 當然是有 我們不能佛來 就好像先前這樣 先前的荷益或是中天 但是中科想問大家是 你的手腳夠快嗎 你的心臟夠大克嗎 這種怎麼來的就怎麼去的 所以你的心臟夠大克的話 你當然可以儘管去嘗試這種腰骨 我們這麼形容好了 但是如果你這邊手腳不夠快的話 你想要抱的安心 是不是找一個產業前景對的股票 來把它給抱著 只要形態上都沒有轉落的時候 是不是就一路陪他股價 慢慢往上做成長就可以了 所以你想要穩穩的賺 記得一定要來找中科 中科不短要帶 不管不僅是帶你做波段交易 也要帶你做短線交易 再來我們看到這4512自身科 昨天我們有跟大家提到資金 持續流入這個車用電子這一塊 實在是真浪費 今天這個創高之後 尾盤收了一個黑K 下跌多少 下跌2.78 2.78很恐怖嗎 嚇死人了嗎 好像也沒有 這邊還是一樣一個多頭的心態 多頭的心態 我們之前也有跟大家提到過 目前是屬於一個什麼樣的行情呢 區間盤整 那區間盤整最主要的特性是什麼 當一檔股票今天往上衝之後 那他有可能這樣 他有可能會震盪幾天 知道什麼 資金再次流入 他繼續往上去做創新高 所以你請記得 在這區間盤整 不要過度追加 所以你可以發現 從過去到現在 中科跟你講的通通都沒有變過 我們不會因為盤勢是怎麼樣的變化 而改變的一個初衷 只要他這邊呢 行情沒有出現重要性的一個轉折 或是翻轉 其實你只要記得中科跟你提到的 成交量 新台幣匯率走勢 還有什麼 不要過度追加 還有什麼 量縮震盪 拉回不破滴 其實講來講去 就這幾個原則而已 那你每天看中科節目 有沒有把它聽進去呢 聽話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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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什麼 你要聽下去 聽下去才有用 人家常說 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所以你有沒有把這些聽進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中科這邊呢 一個短線的爆發力轉按 投票 影片下方的表彈連結 記得要趕快來填寫 而且中科偷偷的跟你講 這邊有個小小的優惠 小小優惠 只要你知道就好了 因為太多人知道的話 老闆可能會哭了 老闆這邊 因為中科提出這個優惠 這邊已經暗自在掉淚了 老闆哭了 那這邊投票 你一定要趕快來 因為老闆已經哭了 你不來的話 那這邊老闆就白哭了 所以也白白浪費了 中科幫大家爭取到的優惠 影片下方的表彈連結 記得一定要來填寫 跟上我們即時買賣操作的腳步 這個優惠過了今天 也許就沒有明天了 所以這邊趕快來填寫表彈 跟上我們即時買賣操作的腳步 影片下方的表彈填寫 今天填寫 明天就可以跟上我們快很準的腳步 當然最重要的是什麼 請大家一定要鎖定中科 Light跟Pelgram 我們下期見 謝謝 拜拜